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感謝主 今天天氣很一般 大家願意風雨不改回到神的殿裡聽到 敬拜 見到大家的熱心 求主要繼續保守在路途中的弟兄姊妹 讓她們有平安的腳步 聽到之前我們先有一個祈禱 親主多謝你今天的早晨 你仍是帶領我們有生命有氣息 去敬拜服侍你 還有今天我們繼續聽你的話語 主要求你聖靈與我們同在 你親自與我們說話 讓我們可以在當中學習 並且在生命中成長 讓我們感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願意聽到 並且在生命中活出來 我們感恩讚美奉耶穌基督 得聖之名祈禱 Amen 那麼快就來到五月了 五月開始我就會有一個新的廣道系列 之前我們完成了傳道書 現在廣道系列的訊息 我就是想直接回應一些信仰的基本問題 大家看不到不要緊的 我已經是貼在外面的迫步板很久了 其實這個系列是受一個Mark Denver牧師的啟發 有一次我們同工會是看一篇文章 就是看他一篇的訊息 他的內容就是挑戰我們這些傳道人 要在我們每個星期的訊息裡 我們要以福音為一個核心 他就建議我們可以這樣去定題目 我們就嘗試用一個短的系列 我們有五次 就以約翰一書為一個基礎 去講一些福音的核心問題 第一講就是剛才的講到題目了 就是我們怎樣面對自己的罪 就是經文就是剛才遺青帶來我們讀的 約翰一書一章五節到二章二節 今天的題目是講到罪了 就會講一下聖經裡是對罪的定義 也都是看試圖約翰如何教導我們 信徒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知道大家去跟別人談信仰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講到罪的問題 所以基督徒給人的印象就是 我們一天到刻都叫人是認罪悔改 有些朋友就會覺得這些基督徒 好像是經常想這個題目 去羞辱人、去批評人 如果你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 可能會比較容易接受 但是如果你一生裡 只是說幾句謊 又或者你在思維上 跟著前面的車超速 你就會覺得很難理解 為什麼基督徒會把事事都搞到這麼認真 經常都要人立刻認罪悔改 但是其實我們想深一層 說謊和超速是可以搞到很大件事 只是你沒經歷過 甚至乎在我們信徒的圈子裡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明白悔改真正的意義 他們每一日生活都是很艱難的 很怕行差答錯 很怕做錯事被神懲罰 然後失去那份救恩 所以也常常帶著一些罪疚感去生活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不正確的想法 今天我們就看思徒約翰的信息 一同學習我們如何面對自己的生命裡 所犯過的罪 今天講最後的題目 我們以約翰書信為基礎 這卷書有一個特色 就是試圖約翰很全面地描述 生命神的一些屬性 例如你在這卷書裡 你會看到試圖約翰說神是光 說神是愛 也說神是一個公義信實的神 這些其實都是神的特質 就是這卷書寫作的時候的一個特色 約翰書信的內容、措辭 以及裡面的神學觀點 跟四福音書裡面的約翰福音 是非常相似 所以為什麼這卷書我們叫約翰書信呢 就是因為教會的傳統 都是相信這卷書的作者 就是四福音裡面使徒約翰所寫的一卷書 你可以看到 書信一開始 就已經以一個神的屬性為開始了 剛才我們讀到的經文第一章第五節 他就這樣說了 上帝就是光 在他毫無黑暗 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 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我們看到約翰帶出 神的屬性就是光 這個的真理 這個的光 不是說到神跟光是同等 好像看到光就等於看到神一樣 他不是想表達這個意思 我們的神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連光都是他創造的 所以任何的受造物都不能跟神是同等的 神是光是指到他的屬性 屬性的意思就是神的本性 他的聖情 他的品格是怎樣 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 好像明光一樣 是清潔明亮 當中是更加沒有隱藏任何的黑暗 用光做一個比喻 是可以帶出一個很豐富的意義 若何用光去表達 就是令到我們可以看清楚 我們相信的這位神 他是一位怎樣的上帝 例如在傳道書、詩篇裏 這些的智慧文學 光就是代表真理 代表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我們的神 他的說話都是充滿著智慧 在詩篇119篇 有一句說話是我們很熟悉的 就是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神的話語就好像明光一樣 照耀著我們的道路 而在先知的作品裡 也常常用光來形容神的公義 是得著彰顯 所以相反 黑暗就是代表著愚昧 代表著邪惡的事情 就是一切的罪惡、過犯 就用黑暗去代表 而神是光 也要代表上帝 是聖結無罪的 代表著神 是有聖過黑暗的力量 在《洋文一章五節》那裡說 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卻沒有聖過光 就可以看得到 神的光並不是弱不耿風的 是充滿著力量 這個光是不會被黑暗所吞噬 我記得以前在退休會的時候 我們一大班的神學生 都會做一些靈修默想 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活動 一起點起一點燭光 然後定睛地看著它 那時候我們就清楚看到 不論環境是多麼黑暗 都沒有辦法吞噬這一點是 看似很柔弱、弱不耿風的燭光 所以熟靈的意義就是 就算我們人生裡面 我們面對幾大的黑暗 只要我們生命裡面 有神的光去光照 再大的黑暗 我們都可以勝得過 約翰去描寫神的聖情 他的本質就是光 其實就是要介紹給世人知道 讓人去認識這位的神 他的本質是有著好像光明一樣 一切的美善 並且重要的是 神和罪惡是不相容 就好像光明和黑暗一樣 是永遠不相容的 司徒約翰 從主耶穌領受的教導 就是把這個信息帶給我們 所以 我們現在知道上帝是光 是代表什麼 我們要先去明白 認識神這個聖情 然後 我們基督徒先知道 如何可以和神去建立關係 因為你和神建立關係 你就要先認識他 其實這個情況 就好像你和人去建立關係的道理一樣 如果你認識一個新朋友 你知道他的性格是真誠的 直接的 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你這個人又常常喜歡說謊 說話又轉彎抹角 這兩個人是很難朋友的 真誠的人 都是傾向願意和一班願意說真心話的人 是在一起 而神是光 是美善的神 我們要認識他 和他建立這個關係 所以 我們都需要行在光明當中 遠離那些黑暗罪惡的事情 這就是約翰用這個的比喻 他要帶出的重點 弟兄姊妹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基督徒 我們常常都要認罪悔改 要在生活上面 我們盡力按聖經的教導去行善 就是因為神的本質是光 要和他建立這個關係 我們就要遠離黑暗 遠離罪惡 所以 在一章六節 他就接著這樣說 他說我們若說 我們和上帝有團契 卻仍在黑暗旅行 就是說謊話 不實行真理了 這就是基督徒我們要悔改的原因 我們可以見到使徒約翰的交道 是很合理很清晰 而另外 我們應該更加去感恩 就是原來我們認識的這位神 他是一位獨一善良的神 他的聖情是充滿著光明 我們要認識到神有一個屬性而感恩 就是正因為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 他面對著世界一切的罪惡和痛苦 我們這位神 他一定不會坐視不利 因為上帝就是光 在他裏頭毫無黑暗 面對著這個敗壞的世代 我們深信神最終的旨意 他都是會修補這一切 為這個世界帶來最終的救贖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入正題 神是光 他和黑暗和罪惡是不相容 但我們想得到我們人生裏 日子都很漫長 總有是犯罪跌倒的時候 甚至乎我們信主很多年 都一定有很多的試探過範 是纏繞著我們 而我們都知道 聖經對罪的定義 又是很闊的 不只是說法律上面明顯的罪行 才叫罪 就連心裏面情欲的惡念 我們未有行動的想法 都是罪 甚至乎好像詩人所說 那些隱而未見的惡 神的光都可以照到出來 那作為基督徒 我們又要怎樣去生活呢 在《楊日書》一章七到十節 他就給我們這些提醒 在第七、第九節 他就說了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走 而同上帝在光明中 就彼此又團契 他兒子耶穌的血 就洗定我們一切的罪 然後在第九節 他的信息更加直接 講明什麼是行在光明中 這裡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面對人生種種的罪 不論你的過範 是心裏面的 是行為上面的 是明顯的 還是隱藏的 聖經的真理都是跟我們說 我們要在神面前 去承認這一切的過範 反過來 在一章八節、十節 他就說了 我們若說自己是無罪 就是欺騙自己 真理就不在我們裏面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 就是把上帝當作說謊的 他的道就不在我們裏面了 這就是使徒約翰教導人 去面對罪的方法 就是我們要直接在神面前 去承認這一切 我們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所以我們要認罪 但是認罪之前 我們先要去認識罪 聖經告訴你 世人都犯罪了 世上沒有一個 沒有犯罪真正的義人 為什麼聖經會這樣說呢 其實這一切是因為我們看到 世上的苦難而開始的 我們知道神做這個世界 是充滿了美好和美善 將人安放在其中 享受當中的山川河谷 享受一切自然界美好的事物 這個是神原初創造世界的本意 也是人我們心裡所追求的景象 所以我們在《創世紀》第一章 就已經看到神創造 祂說是一切都甚好 然後祂才進入安息 然而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世界所見到的 它是年年不斷的爭戰 有各種的疾病 有很多無辜的殺戮 和各種的不公平 這個災難和痛苦 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會嘗試去逃避它 去換一個地方住 找一個相對和平的國家去定居 然後享受幾十年安穩的日子 但事實上 就算是再先進穩定的國家 它的社會制度多麼完善也好 邪惡仍然是存在 那些謊言、偷竊 人和人之間無緣無故的傷害 都是每一天在我們社區裡 甚至在我們身邊的輪舍和朋友 我們都經歷得到 所以我們知道 人生在世 就是我們不能逃避 大大小小的苦難和不公平 原因是 苦難根本的源頭 是我們的罪惡 而罪惡其實就是 藏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這就是苦難出現最大的原因 聖經跟我們說 上帝創造這一切的事物 都是美好的 只要他是處於自己原本的位置 按著自己原本的秩序去運作 打個比喻 就好像一隻鷹 上帝創造本來他是雄運有力 有他獨特的外表 是非常美麗 但是如果一個鷹 擺在一個猴子的身體上面 那就完全沒有了美感可以 所以上帝的創造 將他的事物顛倒錯字 龐敗創造的秩序 這就是罪惡的開始 而破壞這個罪惡的源頭 就是我們人心裡的自由的想法 我們可以自己為每一件事情做決定 我們可以選擇 順循服上帝的律例裡面 在美好的秩序之下生活 但是聖經就和我們說 人他是選擇去背叛 選擇按著自己的旨意去生活 亞當以自己的想法去判定善惡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就說 罪因為這樣 就從一人進入到這個世界裡 然後我們人的心 就世世代代不斷地破壞神 起初完好的創造 世上種種的苦難 種種的不公義 都是源於我們人內心的自私 貪私、嫉妒、貪婪等等的私欲敗壞而起 例如我們一群人去合作做一件事 然後得到美好的果效 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我們知道 人往往聚集在一起 討論問題的時候 人和人之間的爭敬、嫉妒等等的聚性就會出來 然後就好事變壞事 聖經裡面是有無數這些例子 例如在《差一及記》中的法老 他要做金字塔 他要保持國家的富強和財富 但是他就長期以欺壓以色列百姓 作為自己源源不斷的勞力源頭 去保持國家的強大 他要保持國家的富裕 可以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是被自己內心的自私所扭曲了 令到以色列百姓受苦 帶來以色列百姓一個很大的苦難 總結就是 所以 罪惡有時不是一種的物質 不是一股的力量 而是我們人的心 是人的心傾向做錯誤 和破壞神創造秩序的事情 因此 在聖經裡面我們談到罪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是站在道德高位上 去批判人們做錯事 而自己基督徒就什麼都沒有錯 罪其實是形容著 一種墮落之後人性的缺點 是知道全人類的 不只是信主的人 就算不信主信主的人 我們都是墮入到這個光景裡面 都是活在黑暗的當中 聖經裡面 談到人的罪 其實更多是描述著人的罪性 而不是每一個人都曾經殺人放火等等的罪行 所以為什麼? 使徒約翰說 我們人是要承認過犯 而我們認罪悔覺的對象是神 而不是人 這個和一個人犯罪被捕 在警察面前去招供的情況是不同的 向神認罪 其實就是我們認同聖經所描述人的光景 我們認同聖經所說 靠自己是沒有辦法改變我們的罪性 然後我們就願意回到神的身邊 情況就好像靈魂突然間覺醒一樣 我們願意跟從上帝的旨意而活 弟兄姊妹 在神面前認罪悔改 其實就是承認人現實的狀態 承認我們人性裡面的軟弱 然後我們願意遠離這些黑暗 回到眾光之父我們父神的身邊 其實情況就好像一個小朋友 找到一個真正愛他 真正痛惜他的父母一樣 是充滿著溫暖 充滿著愛和喜樂的事情 而我們的神 聖經所說的 他的本性是信實和公義的 即是說 他說過的東西就算數 只要我們願意在他面前承認我們的罪 我們的罪就得以結正 這個是神永遠不便對我們的應許 聖經教導我們 要向神去認罪悔改 他不是要去羞辱人 不是要去無緣無故地打擊人的自尊心 要去落人的面 而是當我們明白這個真理的時候 我們願意這樣行動 我們就可以遠離這些黑暗 行在神的光明裏面 所以基督徒 我們要面對自身的罪 第一步是承認 不要否認 人一定有軟弱跌倒的時候 這個就是經文對我們的提醒 最後人怎樣面對自己的罪 使徒約翰最後的提醒 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要認識主耶穌基督 這位愛我們的神 在第二章一到二節 他是這樣說的 我的孩子們 我把一句話寫給你們 少你們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裡 我們有一位忠保 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他為我們的罪 作了贖罪制 不單是為我們的罪 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面對罪 使徒約翰就跟我們說 只是認罪 只是努力行在光明裏面 並不是神救贖計劃的全部 因為聖經當中描寫的罪 更多是說到我們人性的軟弱 就是說 就算我們迴轉悔改的人 我們在生命裡 仍然都有犯罪跌倒的時候 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 有一個很深刻的形容 他說 我也知道 住在我裡面的 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做 我所不願意的我 我反而去做 他用善和惡 兩個率在心裡爭戰的一幅圖畫 帶出 人只是靠自己 是不能夠勝過罪惡 這個困局 所以 唯一能打破這個困局 唯一的出路 就是耶穌基督的救贖 他說我們每一個人 也都為世人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面 這個的行動 就是正式把罪的權勢打破 令到相信聖經真理的人 能夠真正的走出黑暗 可以行在光明裡面 耶穌所做的 經文在二章二節說 是一個贖罪 有些翻譯本說是一個挽回制 意思就是 耶穌以自己的身體 為贖罪制的制生 死在十字架上面 獻上了自己的生命 將世人的過犯 他以前的過犯 和將來會犯的罪 全部都熟悔 令到相信他的人 可以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不再被定罪 可以和神行在光明裡面 希伯來書第九章 是說出贖罪制的意義是什麼 聖經說 我們憑者旨意 靠耶穌基督 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 就得以成成 凡祭司天天站著是奉神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制 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從此 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 因為他一次獻制 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 永遠完全 然後十六十七節說 主說 哪些日子以後 我以他們所納的約 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寫在他們心上 又要放在他們裡面 以後就說 我不再紀念他們的罪 和他們的過犯 耶穌的贖罪制 是一次 而且是永遠的有效 是超越時間 超越空間的限制 就即是說 人過去的過犯 以及我們將來會有的罪惡 都在一次的憲制裡面 全數的還清 所以 接受耶穌基督救恩的人 說在你生命裡面 你會為你過去的罪過 你感到蒙羞 但是福音的大能 卻沒有導致這個罪救感 是摧毀我們 反而在我們領受這份救恩之後 我們可以從羞愧當中 去生出感恩和平安 就是因為耶穌基督 這一次的贖罪制 他將所有的罪都還清了 因此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可以從罪救當中 是生出感恩和對神的讚美 這就是神猜派耶穌基督受苦的原因 也都是十字架犧牲的意義所在 這就是對我們每一個人 一個最好的消息 所以在約翰日書最初的時候 約翰是這麼說的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是要令到你們的喜樂得以滿足 而另外 有一些的翻譯 就用挽回祭這個字 意思就是耶穌的救贖 是可以挽回人 因為罪所帶來和神的隔絕 可以止息神的憤怒 令到人可以和神和好 可以和神相交 可以行在光明裡面 所以耶穌的死 在罪的問題上 是有贖罪 和挽回神露氣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人去面對罪 一個最終極的出路 是耶穌已經一早做成了的事 一件永遠不會改變的工作 因此我們人不論被罪怎樣去壓傷 只要我們仍然是願意回到神的身邊 我們都不會有那個罪咎感 人仍然可以靠著主 面對我們每一日的生活 弟兄姊妹 這就是使徒約翰教導我們的事 教導我們怎樣去面對 我們生命裡面的罪 所以在基督裡面 人是可以活出一個最自由 最美好的生命 只要我們願意是 信服在上帝的秩序裡面 願意用我們的自由意志 去選擇信服神 我們就可以體驗神子民 那份感恩、喜樂和平安 而基督徒 我們可以除去罪所帶來的罪咎感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 但是這裏 卻不代表我們 是可以隨意主動去犯罪 然後立刻認罪悔改 接著我們就覺得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這樣做 你其實就在試探神 後果是可以很嚴重 我們都一起看過 《士徒行傳》當中 阿拉利亞和薩菲拉的結局 神是輕萬不得的 如果這樣做 我認為我們是活在罪裡面 卻不是行在光明當中 所以每一個的信徒 我們仍然是要遵守神的教導 活每一日 因為人生的道路仍然是很漫長 仍然是充滿很多的試探和誘惑 這是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的 在弗日比書三章十二節 使徒普羅都是這樣勉勵我們 他說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我仍是揭力的追求 或者可以得著耶穌基督 要我們得著的 最後我心裡 神的拯救圖畫是怎樣呢? 我心裡有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好像跌落大海一樣 世人因為罪的緣故 罪是帶來我們的痛苦 讓世上生活的人 每一個人都好像跌落大海裡 一直在鄉下沉 終有一天會浸死 是不能救的 而基督徒就是聽到一個好消息 就是只要你願意舉起你的雙手 就是一位愛我們的神耶穌基督 會拉你上來 令到我們不會再下沉 這個就是我心裡 向神應罪悔改的畫面 其實就是願意舉起我們的手 所以我們要對神有信心 我們不要疑惑 我們今天就把我們的生命交給祂 這個是我分享的訊息 我們低頭有一個託告 七人主多謝祢 多謝祢的救恩 祢在我們還未認識祢的時候 祢已經將耶穌基督賜給我們 讓我們恩著祢的受死 我們生命裡一切的軟弱過範 主你都一一的還清 讓我們在生命裡 我們恩著認識祢 我們可以活出一個最自由 最喜樂、最平安的生命 父下今天我們再次去思想祢的救恩 求祢低俗帶領我們每一個 祢的聖靈感動我們 讓我們認識祢 並且我們明白 祢的救恩是多麼偉大的時候 我們願意擺上我們的自己 我們願意是回轉歸向祢 祢求祢讓我們聽到訊息的時候 我們心裡有感動的 祢求祢聖靈親自跟祢說話 讓祢願意踏出一步去認識祢 祢願意在祢面前承認祢過往的不是 願意回轉悔改 成為主祢所喜悅的人 求祢繼續帶領我們每一個 讓我們這個群體 我們每一天都是根深地以求祢 我們為主祢這份救贖的恩典 我們願意在我們生活行為上 我們更貼近主祢 我們願意在每一天 我們行在光明裡 主耶穌 求祢誰聽我們的禱告 與我們同在 我們感恩祈禱奉耶穌基督得聖之名禱告 Amen